中国大陆最近疫情又进入了高发期 多种病毒肆虐 医院人满为患 死亡人数激增 而民众表示这一波的新病毒看来更厉害 而中共当局仍然在隐瞒真相 家人们注意了 毒王来了 腺病毒又被称为毒王 大家可千万别中招 最近 北京 河北 河 陕西等多地医院大牌长龙 北京多家三级医院床位更是超负荷运转 看看现在各大医院的现场 瞅瞅的人 爆满 都是病人 多大数字都有啊 八九十岁的 十岁八岁的都有 目前除了新冠病毒之外 有多种病毒在中国同时流传 福建 浙江等多地学校出现群体感染 湖北有的小学因懦弱病毒紧急停课 有民众表示 从自己和家人感染的症状看 似乎又有新的病毒来袭 最近也不知道有什么新的病毒了 我也说不清楚 但真的是一旦感染了 恢复起来又特别困难 随着感染病毒人数的持续攀升 各地突然猝死病例激增 当局隐瞒不报 11月11号 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的新冠病毒感染报告称 10月份全国新增重症病例 57例 死亡6例 这个数据遭普遍质疑 与此同时中共高官密集病亡 据不完全统计 从10月份至今 景文宣系统至少有11名官员病亡 他们都是中共党员 其中5人为副部级 包括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常务副主任金冲吉 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郑梦雄等人 另外还有46岁的央视记者 顾国宁和60岁的周伟等 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目前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李洪志大师还明示避难方法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他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锐 雄斌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